鲜香美味 还未下饭 这种做法我家特别喜欢吃 这样做的香煎豆腐 比大一道了还好吃 好久没吃豆腐了 今天来做我们客家人最喜欢吃的香煎豆腐 先把它切成片 切厚一点这个片 不要太薄 然后再这样切成小方块 切好后装在盘中备用 然后把这个大扇拍一下 大扇要多一点 给西洋做出来的菜 三个小米了 切腔 调个料汁 这个酥的白芝麻 一勺冬粉 适量的盐 两勺生抽 蚝油 放半碗清水 搅拥后放一碰备用 然后往里面打两个土鸡蛋 小伞后放一碰备用 然后把这个切好的豆腐 每一块裹上这个冰粉 然后再裹上蛋液 那每一块豆腐都要裹上这个蛋液 把这个豆腐也开一开放下去 把这个豆腐也开一开放下去 把它放下去 要这样滑动一下 然后用小火慢慢煎 这边煎到那边就反过正面煎一下了 如果喜欢本集视频 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刚看以前的视频 要翻个两面煎 煎到像这个金网子 哇好漂亮啊 吃豆腐很多种的做法 我家特别喜欢吃豆腐 如果你怎么样做 我家都非常喜欢吃豆腐的 朋友们你们喜欢吃豆腐吗 再慢慢煎 用小火慢慢煎 不要用大火 这样这个 煎到两面都金网了 就可以了 哇好香啊 等到把这个淋粉料汁加进来 然后加点葱花进来 朋友们你们想吃吗 哇太香了 看到扭口水了 好了水锅装盘 哇太香了 香煎豆腐做好了 这样做的香煎豆腐 比大一大了还好吃 真的我家一个星期吃六次都吃不利 小孩子特别喜欢吃 没皮没果 这种做法你消费了吗 不费记得了找我哈 干煎豆腐 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 好喝 好喝 好喝